沙巴过多个地区今天迎来暴风雨袭击 与此同时沙巴西南部宝佛和纳敏一带的天空 更是出现了优如海啸般的乌云 引起民众热烈的讨论 这种形状特殊而且看来特别厚重的乌云 在早上的天空缓缓飘过 像愤怒翻滚的海浪或海啸一般十分害人 但是气象局表示 这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征兆属于自然现象 气象专家说出现在宝佛上空的乌云 属于标线和接云雨 是属于带状的雷暴群所构成的强对流现象 通常会引起强震雨 一般在西南季候风季节都会出现 气象局预测沙巴在今天和明天都会下雨 到了星期三后天气就会逐渐好转 当局也表示沙巴将迎来的暴雨天气 是普通热带风暴 而不是龙卷风或台风预警 然后看着沙巴 是赌尽吗 是赌尽的 是赌尽的 所以说是赌尽呢 如果温暴雨天气 阁有処方份 导向吧 我们提供暴雨天气 然后再次手